Hello 大家这里是谢谢 因为这期视频录的时候声音有些问题 环境音超级大 所以就录一下音啦 今天我们要用空气炸锅做青芝士蛋糕 那我们开始吧 这里用到的方子呢 来自于简简厨房 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up主 如果和我用的是同一款的空气炸锅 那么还是不要用模具了 直接在宅栏里面铺上油纸烤 效果是最好的 至于为什么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这个蛋糕原料的重点是奶油奶酪 我的这一款呢是在法超买的 不知道名字怎么读的牌子 没有找到Kili的那一款大块的奶油奶酪 只有小朋友吃的这种小块小块的芝士 好啦 这个黑色的碗里面呢 就是蛋黄糖和淀粉 把它们混合均匀 先来做一个卡士达酱 方子里面要求的是玉米淀粉 但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家用的淀粉是哪一种了 但是呢 我用家里做菜的淀粉也成功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纠结自己家里的材料 试试就知道了 把这个混合均匀之后呢 我们要加热一下牛奶 我在这个后面烧了一锅热水 应该就是这个灶的声音太大了 这个小锅里面就是要加的牛奶 牛奶差不多煮沸了就可以关掉了 把奶油奶酪放到热水的锅里面 软化 黄油呢也是要软化的 这里先排个队 这一步呢是要把煮沸的牛奶倒进来 一点一点的倒 慢一点 不然会把蛋黄烫熟啦 把混合物重新倒回小锅 开小火 搅拌 这个混合物就会慢慢的变成卡士达酱 这个时候呢 奶油奶酪软化的差不多了 就把黄油也放进去软化 热水太多怕它飘起来 所以我这样夹着它 下一步呢是混合黄油奶油奶酪 最后加入卡士达酱 这个卡士达酱 因为我拍视频的时候 按了一下相机 所以有一点点结块 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但其实最终的成品呢 也没有影响到它的口感哦 现在呢来打发蛋白 这个15欧的打蛋器 还是我来法国留学的那一年 在河马里面买的 已经五年了 还是一直很好用 蛋白分两次加入糖就可以了 先打成鱼眼一样的大泡泡 加第一次糖 然后再打到绵密的泡沫 加入剩下的糖 像这样子打出弯钩就可以了 接下来混合打发好的蛋白和蛋黄糊 永远都要记得先降低密度哦 这样子翻拌不容易消泡 这里呢我只用到一张烘焙纸来防粘 一点都不浪费 我用的是六寸的模具 之前展示过一刀剪出一个圆形 就这么简单 垫好了油纸之后呢 把面糊从高的地方摔下来 可以去掉大部分的气泡 讲究的人可以再抹个面 我这里呢就偷个懒 再震两下就好了 因为呢要用水浴法烤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炸锅里面 加点水吧 哎不对 加冷水温度好像上不来 算了算了收湖热水吧 把热水和蛋糕放进去 170度先烤10分钟 空气炸锅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预热 坏处就是实在是太炒了 这时候呢就可以来洗锅啦 因为空气炸锅的上面发热管碰到就特别容易焦 闻到香味和一点点焦味的时候就要注意拿出来看一下 就能看到这里的表面上色非常的快 170度上色之后呢就调到160度烤40分钟 但是我又翻车了 然后我在中间呢盖了一次锡纸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所以这里呢是焦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开头的时候说不要用模具直接烤了 因为呢300克奶油奶酪是7寸的方子 这个蛋糕在烤的时候会长得很高 如果直接放在篮子里的话 就会弹得更平一点 应该就没有长得那么高 就不会碰到顶部然后焦掉了 如果你的蛋糕也焦了那么没有关系 和我一样把上面销掉接着烤就好了 如果不销掉的话 空气炸锅会给整个屋子带来一个焦焦的熏香 我上次就是这样 雪的教训啊 大家忽略我的上面刚才焦焦的地方 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啊 烤好了之后呢 还是蛮可爱的样子 把它包好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一碗 第二天 早上九点 小刀这样一刮就很好脱膜啦 听听它的声音 真的特别好吃呢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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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